大家好 今天是11月30日 星期一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BAC衛生官員今天繼續公布最新的新冠疫情數據 省內3日新增2,364種確診病例 星期六至星期一新增的病例分別為750種、731種和596種 分中1,365種來自非收衛生區 371種來自溫哥華元朗衛生區 另外有277種病例是非收衛生局早前漏計的個案 加上10種有狼行病學關聯的病例 全省累計33,238人確診 目前有8,855種活躍個案 316人需要住院 包括75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另外有10,139人因為曾暴露於遇之個案 而正受公共衛生監察 省內3日再有46人疫亡 成為本省至今報出最高的疫亡數字 當中8成是長期狐狸院的住客 累計人數暴增至441人 而至今有23,111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省內還有5間醫療狐狸設施爆發疫情 另外2間設施的爆發宣告完畢 目前疫情持續的設施有62間 上個星期報出有基督教的牧師 堅持開放教堂供信徒首禮拜 並指宗教的崇拜聚會是受憲章人權保護 省首席衛生官今天對此作出回應 指這件事與憲章權利關係不大 宗教領袖反而是應該對信徒和社區的健康負責 保障他們的健康安全 亨利同時也繼續表揚和省府合作遵守指令的宗教領袖 另外亨利今天也證實他的辦公室所在的 卑師衛生廳總部有一名員工確診 而大樓也有充分地實施疫情應對措施 他表示這是提醒大家新冠病毒仍然無處不在 所以省民仍然需要提高警覺齊心抗疫 愛的愚子 卡卡尼动物园日前宣布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动物园未能确保有充足的新鲜粥供应 只可以给归还时间提早两年 将大红猫大毛和异讯送还中国 两只红猫在上周五登上航沙航空的货运航班 经法难克服中转 现在已经抵达中国成都 卡卡尼动物园为他们准备了充足的飞机餐 包括约200公斤的新鲜粥 以及饼干、苹果和鲤等等 动物园在社交网络上 实时更新大红猫的行程 也派出两名保育员随行护送 根据中加政府的协议 大毛、易信在2013年来到加拿大 原计划旅居10年 他们才在多伦多生活了5年 期间易信生了龙凤胎、加胖胖和加月月 在2018年一家四口千居卡卡尼动物园 今年年初已经满4岁的龙凤胎 根据协议送返中国 介入大红猫繁育计划 金锁之旅邀您重新定义高端新旅行 三大洲九条路线 高端服务与优质社交 奢华会所、古堡庄园、管家服务 更有机会获得丰厚分红奖励 快拨打温哥华热线电话236-412-1085 卓能听力中心由李智联博士主理 提供全面专业听力服务 现在的坐天气还有超级优惠的 听力有问题 快点来Lance Sound Center的卓能听力中心 找李智联博士聊一聊 素理Fleetwood 一个购物中心 昨天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 受伤男子被素理王家奇警 和医护人员发现时 情况危急 最后因为伤势过重死亡 被市整合空岸调查组iheb 表示 这是一宗针对性的枪击事件 对公众无风险 阿博师傅前晚一家文宅租到开枪射击 屋中有年幼的小孩 幸亦没有人受伤 由于住在屋里的那家人 并不是警方熟悉的人士 警方相信犯案目标不是这家家 调查人员强烈怀疑 疑犯是有可能去错地址 开错场 大家好 我们是明报加拿大发行报的同事 在现时疫情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你不一定方便出街买东西 所以明报现在提供送报上门服务 每天将明报送到你家门口 如果你需要我们送明报到你家的话 只要打个电话通知我们就可以了 我们的电话号码 温哥华是604-247-4278 如果想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准时收睇我们530视频新闻 记得免费订阅明报 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跟上旁边的钟集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点个like和share影片 欢迎订阅明报 即是刚刚过了的星期日 是变成了251宗 而曼璇市人口不到40万 不过在上星期六 即是11月28日的确诊病例是61宗 但去到星期日11月29日就变成了99宗 创下了疫情以来的单日最高 曼璇市一间天主教小学已经爆发了疫潮 校内有4个人确诊 学校需要关闭到下一个月 即是12月14日 令人稍有安慰的是 幼客区区域政府取替小组 确确实实是在区里面 严打着违反防疫规定的场所 在昨天一个星期日 他们巡查了区里面256间店铺 发出了16张罚款告票 被罚的包括华人商场 超市和大型的折扣店 取替小组说 他们在整个黑色星期五的周末 一共巡查了区里面867处的地方 向公众实施了1151次的教育活动 发出了32张罚款告票 不过在这些行动里面 20几家中餐馆 两间华人超市都接到告票 7号公路上面 一间麦当劳因为没有登记 顾客的资料而被罚 一间华人超市因为顾客 在排队给钱的时候 没有保持好社交距离 超市也被罚款 约克区的取替小组行动 似乎令到一些中餐馆和超市 是一种风声鸽的感觉 约克区的取替小组巡逻队伍 他说有多达200人 他们包括了区内劳工厅人员 约克区警察、区域政府的卫生局人员 和区内9个城市的副例执行队伍 现在希望在各方的努力和市民的知觉下 约克区或者曼锦市 都不会走上多伦多和皮尔区的封城之路 今早传出多伦多中城区移通 Fongripa Public School公立小学 有18个学生和一个教职员确诊 上个星期四省府宣布 在学校推行自愿参加检测计划 一连两日在学校裏做了433个测试 检测到19个人确诊 结果令人很震惊 这些确诊学生全部没有症状 令市民很担心 究竟学生上学上课有没有存在风险 这间学校今天继续开放 在曼锦市 Bimney Gap Steel Ordagop Dry的Saint Benedict 天主教小学也爆发疫潮 有4个案例 但学校就关闭 一直到12月14日 安省教育听了来世今天解话 学校没错是有确诊 但99.9%的学校都是安全 多伦多首席医疗官德维拉医生 安省教育就说 学校的确相对是安全 爆疫的机会不多 学生通常都是在家里染疫 安省副首席医疗官耶夫就说 没有症状人士一向都有 占人口大约1% 但相信随着疫情进入第二波 这个比率应该升高 有症状就叫人回家 不要上班 尽快接受检测 没有症状这些隐形传播 又怎么去吹鼻 相信又是叫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温哥华明日12月1日 星期二的天气预告 预测早上会有薄暮和情云相间 中午开始天晴 温度最高有8度 晚上天晴 温度最低只有0度 现在看看香港的新闻 今天是剩下几个 总辞的民主派议员 在本届立法会的最后一天 民主党主席胡志偉 今天完成他最后一天 立法会议员新来之后见记者 他认为未来如果有选举 民主派都应该继续参加 不过到时的目标 不应该在意争取移植 过半数的35家族目标 而是争取最多的反对政府票数 并非单纯的移植数量 胡志偉自春 他说 非建制派不应该作用 赚移植、赚资源的目标来看选举 他说 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 如果继续沿用初选机制 将会令到所有人 面临角色的DQ风险 在战术上会面对很大挑战 他认为 应该采用人海战术 不同党派尽量派人出来参选 愈多人选愈好 令到政权愈难处理 同时可以令到选民有更多不同选择 不用再合理投票 胡志偉说 他并不是不尊重初选的结果 因为如果跟初选结果出选 民主党有多人胜出的话 其实对民主党来说 不会吃虧 所以他这个想法 并不是以民主党的利益作为考虑 于民讽入奔要求周星池 赔偿7000万元投资用金的案件 今天是高等法院逐审 由周星池的助手张宁梅作供 于民讽在早前公称 他为周星池的投资做了很多事 并不是白做 张宁梅在今天说 是于民讽主动提出要收人工 张宁梅公称 他是声辉可爱公司 担任制片会计 主要是负责公司和周星池的财务 他益述若在2002年 于民讽声称 一直以来帮周星池做了很多事 主动提出要收人工 在周星池的同意之下 公司开始被于民讽月薪2万元 而职位是财务顾问 代表于民讽的资深大律师 袁国强就指出 于民讽在协议前 已经为公司和周星池工作了一段时间 张宁梅就说他不知道 他这么说 他是见过他 但从来没有人告诉他 他在做什么工作 又说声辉可爱的社资楼 还在尖沙咀的时候 他并不是常见到于民讽 直至写字留在2003年 搬到中环后 于民讽才有一间专用的房 张宁梅又说 于民讽第一次 要求他就投资给钱的时候 跟他说 周星同意了 把投资的一成逼他 张宁梅就回应说 要先得到周星池的同意 而之后 于民讽在个别物业卖出后 都会打给他 向他这一成的佣金 而他就会打给周星池 将这个讯息转答 于民讽一方又问 周星池有没有质疑过 这一成的佣金是什么 张宁梅说 有试过 不顾好少 聆讯明天会继续 我对上的和他那一套是回到三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后来你刚才查看 原来是八九年前的事 其实没有 跟我以前认识的他 没有分别 感觉都是一模一样 我不知是否因为大家都是比较 适于微视 在演艺生涯里面都是适于微视的一班 所以感觉是没有什么分别 我们以前也有说过以前的 我最记得那时候 我们拍《少年四大明报》的时候 我们四个 阿峰 我 阿 Ron 和健峰 四个 因为我们的制服是一样的 我们四个傻子 我叫四个傻子 四个傻子的制服是一样的 我记得我们很差 那时候一拍《Y-Shot》 我们拍完《Cose》之后 最后拍《Y-Shot》 我们特意站在大家的位置 就是反过这位置来站 为什么呢 贪玩 其实我们在戏里面是不联系的 可能我坐了去卓喜的位置 卓喜又坐了去阿峰的位置 阿峰又坐了去健峰的位置 但是拍《Y-Shot》 导演也不知道 出来也没有人知道 出来也没有人知道 我们会说回那时候这些危险的事情 那你今次的角色是演《大反》 排斥多不多演的 其实我是演戏以来第一次演《大反》 第一次 对我来说是挺新鲜的 他们第一次跟我说 不如你今次《次逗三》 你试试做《反》 其实我那时候很开心 我说我终于可以做《反》 因为以前我经常听监制说 马明你的样子真的很正直 你都很难做一些 衰人 或者很难令人信服你一个衰人 他们觉得我比较正直一点 今年二十周 终于二十年 你这一个过程 你觉得自己得多还是实 我也觉得自己得多 我也是比较幸运的一班 我记得我开始 那几年都是很多 经常被观众骂的 是的 经常被观众骂 这个人又不懂演戏 又不英俊 又不能让他演戏 我也曾经听过很多这些说话 你这些电影我不会看 就是这些 以前也遇过观众 你这些电影我不会看 我从来都不看你 我也试过遇到这样的观众 那你怎样自己去 没有的 我又没什么 那你自己做好自己 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 他不喜欢看你 你就做好自己 令到他喜欢看你 你会变成 到去年才拿到公司的事 有没有很耐 你觉得很耐 我又没有觉得很耐 很多网民都替你 反而是你不值 是的 反而是网民 但我不值 其实我又 不觉得是很迟的 因为我经常说 拿奖也是要说一点点缘分 今年二十周年 有什么希望 漏妆的幸福 也是随缘 我又 没得强求的 其实我觉得 如果每日在TVB 每日有空开 其实也是很幸福的事 其实我也听很多前辈说 其实安仔也说过 安仔也说过 其实你拿过一年时帝 就已经永远都是时帝 他的意思就是 其实你拿过一次 你已经是 拿了时帝的名字之后 其实你一路都是时帝 是的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不需要太紧张 有多少次 其实我一向也不太紧张 有多少次 如果你现在问我 反而我也是 我也是现实一点 也是存钱 存钱 因为如果我真的要结婚的话 我也是想存钱 再买多一层楼 演藝上 会不会还有什么追求 追求也是钱 可能就是这些人 我会追求一些 我也想再遇到一些 另外再有很有兴趣的角色 其实我是想拍嘻嘻的 我经常是想拍嘻嘻的 我之前做访问 我都说过 我想拍嘻嘻 就是嘻嘻 很认真的一些嘻嘻 同性题材 是的 同性题材 但是TVB 我想他也未必这样拍 最重要是故事写得好不好 我反而CARE的剧本 写得好不好 就是不要说突突 不要为了 为了 为了 拿那个题材来 煲大他 那些我又不太喜欢 如果让你选择 你会想和谁嘻嘻呢 想和谁嘻嘻呢 那如果熟一点的暂时 我觉得黎朗健也是个机会的 因为我跟他比较熟 我跟他比较熟 我跟他比较熟 默契会有的 我相信 他要撇掉他神之马葬 那样东西 是的 如果大家很认真去拍一套 同性题材的电影 我觉得我和乐意都应该挺合到的 即是你完全豁出去都没有 豁出去 大家都要豁出去 大家都不要搞笑 很认真 春光诈事的程度 是的 类似春光诈事的standard 那我就觉得挺好坏 今日的新闻在这里结束 多谢收看 再会